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許多玩家期待已久的新年活動終於上線啦 這部影片微笑我一樣是跟大家聊聊 關於活動的玩法 以及最新推出的東方龍熬夜 究竟值不值得抽? 抽到幾星 CP值會比較高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好的 我們已經來到了熬夜的介面 本次的熬夜絕對是必須要抽的 不光是它的外觀香到不行 強度也是沒話說 再加上微笑我上支影片 已經有特別跟大家說了 官方免費贈送兩個寶物 我們只要必須把龍蚊火獄抽出來 就可以直接獲得T0的東方龍熬夜 同時大家一定要記得在抽的過程 一定要確定自身已經跟龍蚊火獄做連接 而不是選擇龍泉劍 龍泉劍它是用來升級我們的終結技能 那不論你是想要獲得熬夜 又或者是說身心熬夜 都是要選擇火獄的 大家一定要記住 這點超級無敵重要 另外微笑我相信 肯定是有許多新手玩家 是剛好在這次新年活動入坑的 新手一開始 還是會看到電意的瓷子 並且獲得電意之後 還會開啟法弗納的限定池 但是如果本身是小課無課的玩家 這兩個池子就沒有必要抽了 願意不管怎麼說 還是一張SSR的龍 不論是能力值又或者是說屬性 都比不上UR龍 至於法弗納則是她的定位和熬夜衝突了 雙方都是火屬性 並且是龍焰型態的飛龍 但是由於熬夜它會有這個建議值的機制 只要達到100點就可以開始施放飛劍 對於低彈幕的副本會更有優勢 再加上還有CP值的問題 啟動法弗納總共需要三個寶物 分別是電意的啟動寶物 古戰場斷槍 還有法弗納自身的 燕之星 以及這個克制的項圈 要三個都抽到 才有辦法啟動法弗納 將較之下 現在的熬夜 只要抽到龍魂火獄就可以啟動了 對比我們抽到三個法弗納的寶物 全部都拿去抽龍魂火獄 就可以直接獲得三個專屬的熬夜核心寶物 可以來強化我們熬夜的星級 整體的CP值肯定是高出許多 不過如果自身是中課以上的玩家 還是可以考慮抽出一隻法弗納的 畢竟法弗納她的聯西祝福 是可以增加14%的傷害 並且跟熬夜有關 只要吸收的數量高於8 就可以增加95%的傷害 直到吸收重製為止 非常適合當作我們熬夜的聯西羈絆作為使用 像微笑我現在就有帶上 緊接著是關於熬夜升星的建議 最大的質變會在我們升到四星的時候 增加葫蘆原先的能力 從原本獲得20點的建議值 提升至35點 整整快要提升了一倍 在不考驗熬夜獲取建議值的情況下 原先必須減5次 也就是30秒才可以進入100點之後的飄渺狀態 四星之後就只需要減3次 僅需花費18秒 這項效果大大提升熬夜造成的所有傷害 除此之外還可以提高20%的火元素傷害 並且延長持續的時間 從6秒變成9秒也是增加了50%的效果 這也是大大的增加我們的容錯率 畢竟6秒雖然是常駐的 不過有時候BOSS會丟出非常多的子彈 我們必須要閃躲 這時就沒辦法馬上吃到葫蘆 升到四星之後 只要我們不要有太多操作方面上的失誤 就可以讓我們額外有3秒的時間 重新解回葫蘆 獲得葫蘆所提供的暴擊率還有暴擊傷害的效果 整體的容錯率會高出許多 當然除了四星之外 一星二星都是會有提升的 不過也都只是單純提高傷害 並不會有四星所提升的幅度這麼大 至於六星應該也是會有不少的提升 畢竟六星就是升滿了 那唯一不推薦的 就是大家把熬夜卡在三星或者是五星 畢竟三星的話 只要再升級一次 就可以獲得超強力的四星效果 五星的話也是相同道理 三四星都只是單純提高技能的等級而已 CP值比較沒有這麼高 總結來說 無課小課的玩家就可以根據自身的運氣 看能不能抽到一星或者是二星 那對於有一點能力課金的 則是一路撐到四星 六星的話則是給大課以上的玩家再來考慮抽取 好的 我們已經來到了戰鬥畫面 微笑我是玩遠古秘境 一開始就可以選擇三個祝福 那當然直接選擇熬夜專屬的就可以了 不過呢比較可惜的一點 是只有湊到這個火元素的羈絆 並沒有湊到熔夜 不過應該也是影響不大啦 等等在進入BOSS關卡前 可以重新再選擇三個祝福 只要選到一個熔夜 也是可以提升我們熔夜的羈絆等級 那這關目前看下來彈幕是比較少一點 我們熔夜光靠普攻的子彈傷害是比較低的 不過呢也是可以藉由著撿起葫蘆 又或者是說吸收子彈 噴出熔焰來累積我們的劍翼值 大家可以看到 這就是已經湊滿100點劍翼值所造成的傷害 完全不輸給他自身所噴出來的熔焰 這一點呢就是非常的不錯 可以減少我們在低彈幕 也就是類似這種地圖傷害比較不足夠的問題 除了這些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 熔焰他的戰鬥過程 是直接呈現一整條 就是我們非常傳統的東方龍 整體的造型真的是非常帥 不過呢 微笑我目前玩下來 他是並不影響我們所造成的這個體積啊 畢竟我們只有這個龍頭碰到子彈的時候 才會受到傷害 不過這些子彈打到我們的尾巴 大家可以看到我特別被打 是不會對我們造成傷害的 所以說雖然說他長的整體比較長一點 不過呢 不影響我們具體操作的手感 好 這邊子彈就比較多了 可以造成大量的熔焰傷害 再來再來 我記得沒錯 這些蜘蛛打完 就可以進入到我們的BOSS關卡 應該是沒記錯啦 OK沒錯 然後這邊剛好有一個 鋒芒碧露 可以增加我們熔焰的羈絆 那再選一個燃燒跟火之熔焰 就可以啦 啟動了火元素二等 還有熔焰羈絆一等 來直接挑戰BOSS 我們的終結技也快完成了 等等終結技按下去 可以造成非常帥又大量的傷害 哇勒 我怎麼死掉啦 說著說著 直接翻車 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復活 等等終結技就好了 剛剛是一個不小心操作上的失誤 太專心在講解啦 現在我們直接開啟終結技 造成超級大量的感激 而且大家可以發現 這個終結技是我微笑目前玩下來 發現持續最久的終結技 我有時候在推主線的副本 這個終結技按下去 直接從第三波打到了第六波 這個波次是可以延續非常多的 好說著說著 也終於解決BOSS啦 順利完成通關 影片的最後來跟各位補充一下 在上一部影片 沒跟各位說到的活動詳細內容 首先是新春拼圖 只要每完成一次 就可以獲得合成次數的獎勵 當然最重要的是 首次完成就可以開啟一個紅包 並且有保底588的龍筋 就是不曉得它的上限 究竟有多麼的高 如果可以來到兩三千 那真的是非常的佛 非常的香 如果已經開了玩家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另外還有關於口令紅包的部分 每天在事件頻道都會開啟一道題目 我們只要成功答題之後 就可以獲得對應的獎勵 最大的好處是這個答題 是一整天都可以進行的 並沒有說只有限時一兩個小時 畢竟是過年 如果剛好再跟家人團員 要來答題就有點尷尬了 這個設計我覺得是十分不錯 另外在騎士團 每天也都是可以領取十個紅包 其中也可以拿到 將近每天快要一百個龍筋 大家一定要記得來領取 否則就吃大虧啦 那麼本次的 吞吞龍大冒險 新年活動介紹 還有熬夜的詳細說明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微笑我看到了 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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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